同学们好 我们下面接着来介绍 有关投资组合理论的相关的结论 在上一讲里面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 就是组合的 风险 不是加权平均风险 组合的收益是加权平均收益 但组合的风险呢 如果当相关系数小于1 组合的风险会小于加权平均风险 那么我们现在接着来看一下啊 投资机会级 这投资机会级它指的是什么呢 那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 我们在上节课呢 给大家举的这个教孩子例题 有两个资产 A资产和B资产 A呢是属于收益率低 风险也低 B是收益率高 风险也高的两个资产 那么对于这两个资产 它的收益率和风险啊 我们这个可能不太好改变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什么呢 投资比重 是不是 就比重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来确定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改变一个比重 那它就会有一个不同的 组合收益和组合分险 当然我们书上这个例题 它是说 假设A和B的相关系数是0.2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在不同的比重下 它的组合的标准差 因为组合标准差会受相关系统影响 组合的收益率 就是比重和收益率相加 那其实我们如果呢 就可以描绘一下啊 所以这个机会级是什么呢 就是要描述一下 不同投资比例组合的 分险和报酬啊 它们之间的全环干系 也就是说假设我用横轴 表示我的组合的标准差 纵轴呢 表示我的组合的收益率 那我们就把就是改变一个比重 我们就会有一个相应的收益率和分险 是吧 比如说我们通过描点 描绘出来这个 就是我的投资机会级 是吧 就像我们书上这个例题 那大家可以看 我们第一种组合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人比如说比较的保守 我把资金啊百分之百都去买A资产 因为A的分险小 对吧 所以要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横轴 组合标准差 纵轴组合收益率 那么如果让我描绘的话 第一个你看 如果百分之百投A的话 我的组合收益率是10% 组合的分险就是A的标准差 百分之12 那我们就可以 假设我的标准差这一点 比如这是百分之12 收益率比如说这块是百分之10 那我就可以找到第一点 哎 这是第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呢 就是我改变了一个比重了 改了一个比重以后啊 这个时候大家看 我的组合收益率就提高了 因为我把这个 20%去投资到 收益高的币资产 所以我的组合收益率 因为它只受比重 和个别收益率的影响 所以当我提高这个 高收益率的比重 我的组合收益率会提高 就变成了百分之11.6了 是吧 所以第二种情况呢 我的组合的收益率 相当于我如果画图的话 它这个收益率 这块是百分之11.6 是吧 但是呢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算过来 这个组合的分险呢 是百分之11.11 这是我们前面算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道题 A和B它俩的相关系数啊 是0.2 是吧 小于1 R小于1 组合的分险 就不是加权平均分险 它反而呢 能够分散一部分分险 所以算法 我的组合标准差呢 是百分之11.11 比单一投资 看起来 好像分险 最小的A的这个分险 要小 我们组合的这个分险呢 是 百分之 在这块 所以呢 这是我们的第二点 那依此类推 是吧 我们再看第三点 它的组合收益率13.2 这个分险11.78 是吧 那我们说这个组合的这个有关的收益 是吧 高一些 比如13.2 当然组合的分险11.78 所以呢 就是这样通过秒点 所以你看我们书上这个图3到8 它就是通过把这个收益率和分险 就改变比重以后不同的收益分险 我通过秒点 就描绘出这样一条 这个曲线 是吧 那么这条线就是投资机会级 我们把这条线成为投资机会级曲线 那么通过这个机会级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呢 组合的收益是加权平均收益 所以你看它的组合收益是有范围的 最低就是全部投资于A 最高呢 是全部投资于B 也就从我们这个表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的最高的收益 就是B资产的收益18% 最低的收益组合收益10% 是吧 所以我的收益是在10到18之间 但是你看我们的组合的分险 它不是加权平均 平均分险 组合会分散分险 为什么呢 你像我们好像A的分险很小 但是我单一投A的话 标准差12% 但是我拿出一部分资金 去投B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两种情况 都比单一投A的分险小 就说明组合它可以分散分险 是不是 所以最低的组合分险 它可不是说 就一定是100%去投资于 那个分险最小的资产 当然最高的分险 还是我们的B 因为你全都投资于 这个分险最大的 没有任何分散抵消 它当然最大分险 还是全部投资于B 但是最小的分险 它可不是说 就全部投资于 这个分险最小的A资产 因为组合可以分散分险 所以从这个图 我们能够看出来 它的组合能够分散分险的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所谓机会级 是吧 就是不同投资比例下的 收益分险 这种权衡关系 我们用图描绘出来 就是投资机会级 我们两种组合的机会级 是一条线 但如果我们是买三个资产 或者说多个资产 那么两种以上的 这个所有的可能的组合 它的机会级是一个 就不是一条线了 它是一个平面 你像我们书上这个图 三到十 是吧 也就是说 如果我是买的是 多种组合 我不是一种资产 我买的是多种证券 那它可能的收益和分险 它实际上是 在一个平面上 它不是一条线 它是一个平面 是吧 这是机会级 这个特点 两种组合 它是一条线 是一条 我们说这个 大家看我们 我们书上这个例题 它是一条曲线 是吧 但如果多种组合 它在一个平面上 但是呢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有效级 的这个概念 是指什么 我们刚才谈的 机会级是所有的 是吧 就是你 因为投资比重 你可以有多种 我们只是选六种 你还可以更细 是吧 改一个比重 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收益 不同的分险 那么有效级 是指的什么呢 所谓有效级啊 我们书上呢 给了一个概念 是吧 就是说 对于这个 两种组合的 有效级 它指的是什么呢 像我们这个 书上这个例题 它指的是 从最小方差组合点 到最高收益率 这条线 这叫有效级 对吧 那么有效级 如果是要是 对一个平面来说呢 那我们就指的是什么呢 也是从最小方差组合点 到最高收益率 但它只是那条边界线 这有效级 怎么去理解它哈 我们先来看我们书上 这个例题 就好比 比如说 你看我们第一种组合 我是把资金全都投资于A 全都投资于A以后啊 它的收益率比较低 只有10% 分险是12% 那你看我第二种组合 第二种组合呢 我的收益率提高了 而且分险还小了 那你作为聪明的财务人员 我一定不会选择 第一种组合 因为第一种组合 收益低 分险还大 对吧 那我们这就是 第一种组合是无效的 我们的有效级啊 它应该收益分险是权衡的 也就是说 它收益分险是均衡的 就是你收益 如果相应的这个低 那你的分险应该也低 那像我们这个 第一种组合是什么呢 收益低 分险还大 那就是无效级 对吧 也就是这个 第一种组合 无效 对吧 也就是我们 投资人不会去选它 那么有效级呢 它应该是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 写了一句话啊 这书上虽然没有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所谓这个有效组合呢 我们指的是什么呢 在同等分险水平上 期望收益率是高的 或者说呢 呃 我们在同样的收益率水平下 分险应该是最小的 就什么叫有效级 有效级的 它指的是 在这些投资组合里面啊 同等收益水平的 分险最小点 或者说同样 分险水平 我们的收益最高点 那么把这些点的集合 构成了就是我们的有效级 有效级它的特征 它一定是收益分险均衡的 是吧 同样的分险水平下 我选收益最高的 同样的收益水平下 我选分险最小的 那么这些点构成的集合 就是有效级 那么无效级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刚才书上那个例题 我们第一种组合 它的收益低 分险还大 对不对 所以哪三种情况啊 我们说无效级有三种情况 一种就是 比如说同样的分险 但是收益低的 或者说呢 同样的收益呢 分险大的 或者是我们 就像我们刚才谈的第一种情况 我的收益还低 分险还高 那这些都是属于无效的 有效级它一定指的是 同等分险水平下的收益高点 或者是同等收益水平下 分险小点的这样的集合 那么有效级 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大家可以跟我看一下 我们刚才的这个投资机会级 我们先看两种组合 两种组合的话 你看这是我们全部的机会级 是不是 就是各种可能的这种 比重下的这个收益分险均衡 我们画这个图上 那现在大家看啊 如果我在这个图上啊 我画一条竖线 当然画一条竖线的话 你看上面这一点 和底下这一点 是属于 分险水平一样的 对不对 同等分险水平 但是呢 很显然上面这一点 是收益高的 所以底下这一点 是不是无效啊 我们所谓有效级 就只是在这个 整合机会级中啊 同等的分险水平下的 收益高的 所以你看我同样的分险 收益高的 上面是有效 底下就无效 这个不要的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看 就是我们这一块啊 和上面相比 都是属于同等分险水平 但是我们下面这个 它的分险 而它的这个收益比较低 因此我们的有效级啊 那就应该是从这个最小分险点 就说上这个立体的二 这一点啊 一直到我们的最高收益率 这个部分 就二到六这部分 这是我的有效级 而你这个一到二这块 是无效级 这是两种组合 因为它机会级是一条线 那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是多种组合 它的机会级呢 它分布在一根平面上 是吧 因为我们说两点是一条线 三点就构成平面了 对不对 所以三点以下 它在一个平面上 那么如果我想 你帮我找有效级 怎么来找呢 那么一样道理 比如说我们也是随便 先画一条竖线 你画这条竖线呢 在这条竖线上 有好多点 对吧 你看这像有很多点 那这些点啊 都是分险相同点 那我们找有效级是要找 同等分险水平的收益最高点 所以最高点当然就是 最上面这个边界线 对吧 就是这条 这个最上面的边界 然后我再画一条线 比如说我画一条 水平的线 大家看我要画一条水平的线的话 在这条线上 有很多点 是吧 那么这个点 它只指的是什么呀 收益相同 那既然收益相同 我们要选分险最小点 那分险最小 所以应该也是最左边这个边界 所以你别管是两种组合 还是多种组合 我们的有效级啊 应该是从最小的分险点 对吧 到最高收益这个边界线 就是它都是线 都是一条线 它有效级是一个线 对不对 所以我们谈到有效级 或者是有效边界 它位于机会级的顶部 从最小方差组合点 到最高收益率点为止 那一块 就是我们的有效级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以前的一个考题啊 它说假公司要投资 两种证券X和Y 两个证券的期望收益率 的相关系数是0.3 然后根据投资X和Y的 不同资金比例测算 投资组合 期望报告率和标准差的关系 就给了我们这个图 然后问你假公司投资组合的 有效组合是什么 那有效组合 我们说就是从最小方差组合点 到最高收益率那个线 对吧 也就是我们最小方差组合 到最高收益率 它是满足了同样的 风险水平收益高点 因为底下这块是无效的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R到Y 所以RY曲线 是我的这个有效级 是吧 像XR就是无效的了 所以应该选择C 那我们再接着看第三个结论 就是相关系数和机会级的关系 你像我们书上那个例题呢 我们说是R等于0.2 是不是 但实际上呢 我们把书上那个例题 如果你改变相关系数 你看我们教材上这个图3到9 那么你看它有三条线 最右边这个条线是一条直线 就相关系数是1 那它这个机会级啊 就是一条直线了 然后呢 当相关系数小1的时候 它就开始弯曲 相关系数越小 它就越弯曲 所以通过这个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是吧 其实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因为如果R等于1哈 我们知道组合的收益率 它和相关系数没关 组合收益永远都是 加权平均的收益率 是吧 它永远都是加权平均的这个收益率 但是如果R等于1的时候啊 我这个组合标准差 它也是加权平均的标准差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无论是横轴还是重轴 因为我横轴是组合标准差 重轴是组合收益率 它都是加权平均的 所以当R等于1的时候 我们这个机会级 它是一条直线 是吧 它是一条直线 但是呢 大家看 如果要是R小于1 我这个组合收益率不变 还是那么高 对吧 它和R没关系 因为它始终就是比重和个别收益率 它还是加权平均收益率 也就是说R小于1 不影响我的组合收益率 组合收益率该多高还多好 是吧 但是我的组合的分险会变小 它是小于加权平均的标准差 那就表明什么呢 你看啊 如果当我们R等于1的时候啊 我们无论是组合收益率 还是组合分险 它都是加权平均 所以它一条线上 比如我们 我们假设就随便有一个点 是这样一点 那现在我们看 如果R要是小于1呢 如果R为0.5 组合收益率不变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作用上这个 还是这个同样一个水平 但是呢 它的组合分险要小 所以它就会比我刚才 R为1的那个分险 就往左要偏 它分险要小 所以只要是R 就是小于1 它这个线啊 它就会弯曲 就会变成曲线 而且R越小 我们知道R越小 这个组合标准 它就越小嘛 那就会越弯曲 是不是 我们从那图上 还能看到一个什么特点呢 你看我们当相关系数 是0.5的时候啊 它的机会级 我们是从 100%投A到100%投B 是吧 是这样一条线 而且它的机会级啊 就是有效级 就它的最小分险点 就是全部投资于A 对吧 因为它这时候的 分险的分散 没那么明显 但是你看我们 当相关系数 为0.2的时候呢 由于它的曲线 弯曲的比较的这个多 所以就会出现了什么呢 我的最小分险点 它要比全部投资于 那个分险最小 那单一资产的分险 还要小 是不是 它就会出现 像我们这个点A 左侧弯曲 通过这图 我们上次希望大家知道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 R等于1 机会级是一条直线 那这时候是没有 分险的分散化效应 因为它无论是组合收益 还是组合盘 都是加权平均的 对不对 但只要是R小于1啊 我的机会级就会弯曲 那这时候就会有 分险的分散化效应 但是啊 只有当R足够小 就像我们书上这个例题 你R等于0.5的时候 我这条线呢 它实际上 它的整个的机会级和有效级 是重合的 没有无效级 只有R足够小 我才会有什么呀 无效级的存在 也就是说 我们才会有最小的分险点 比单一投资A的分险还小 这种情况 是不是 所以当R足够小 这个曲线啊 就会向我们 点A左侧突出 这时候的分险的 分散化效应会比较强 我们会出现无效级 也就是会有 比最低分险 证券标准差 还低的最小方法组合 所以我们能不能说 你看我们刚才谈了 对于两种资产组合 它组合的最低收益率 就是投资于 就把资金全部投资于 那个单一的收益率最低点 最高收益率 就全部投资于 那个单一的收益率最高点 但是组合的分险啊 最小分险点 它可不一定是 百分之百投到那个 就是分险最小的资产 因为我们如果 R足够小 我会出现比单一投资 那个分险最小资产的分险 还要小的最小方法组合点 也就是说我们会出现 像点A左侧突出这个点 是不是 会出现无效级啊 所以这个R如果越小 机会级是越弯曲的 这是要注意的结论啊 我们也是结合以往的考题来 把我们刚才谈的结论的来 总结一下哈 你看说A证券的期望收益率 12% 不要你差15% B证券的期望收益率 18% 不要你差20% 还是说A的分险小 收益也低哈 B是分险大 收益也高 然后投资于两种 证券组合的机会级 它告诉你说是一条曲线 那么如果说一条直线 那就是R等一 它说曲线 那我说R是小E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它还有一句话 说有效边界和机会级重合了 那就说明没有无效级的存在 对不对 如果用我们书上的图来说 就是R等于0.5那个图 我们教材对于这块特别喜欢 结合图来考结论哈 那你看有效级和机会级重合 说明没有无效级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它的结论 它问你以下正确的有 A呢 说最小方差组合就是全部投资于A 那就对了 因为它重合了 它没有向点A左侧突出嘛 那当然就不会有比A的分险还小的 那个最小方差组合 所以A这个对了 再看B 说最高的期望收益组合 全部投资于B证券 这个没有问题 是吧 我们的最高的分险 还有最高的收益率 一定都是百分百投币的 是吧 这是最高的不会变 但是最小分险点没准了 像这道题 因为它机会级和有效级重合了 没有向点A左侧突出 所以它的最小分险点 和最小收益率点是同一个点 是不是 都是全部投资于A 就这样 那我们再看C 说两种证券报告率的相关性较高 分险的分散化效应较弱 这个应该是对的 因为它R不是足够小 但它R是小于1的 对吧 我能分散 但是不是很强的是较弱 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然后再看D 他说可以在有效级曲线上 找到分险最小 期望报告率最高的组合 这是不可能的 你看我们那个有效级 是从最小方差组合点 到最高收益率 这条这个线 那这条线上 它一定是收益分险均衡 低收益就低分险 高收益高分险 对吧 不可能说是分险最小收益还高 这是不对的 所以D就不对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资本市场线 这资本市场线呢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效级的概念 但它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存在无分险的证券 你像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都是指的是 你看我要买A资产B资产 虽然A的分险小一点 但A也有标准差呀 A有分险 B呢分险更大 是吧 就是我是分险资产组合 但是资本市场线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投资 无分险资产 和分险资产的组合了 就是我的资金 不是说都去买有分险资产 有一部分要去买无分险资产 所以所谓资本市场线 它指的是 当存在无分险资产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的有效边界 它指的是从无分险资产的报合率开始 并和机会级有效边界相切的直线 这条直线称为资本市场线 这个话看起来不好理解是吧 我们可以先放一下 你先理解一下 就是我给大家讲的 我们所谓资本市场线 就指的是 存在无分险投资机会时的有效级 就是换句话 就是说我既买无分险资产 也买有分险资产的时候 我这时候组合的有效级 我们可以起名叫资本市场线 那么怎么去找到既投资无分险资产 也投分险资产这个组合的这个有效级呢 它是有假设前提的 就是资本市场线它是假设什么呢 首先假设我们存在无分险资产的投资机会 不是说你只能去买这个有分险资产 你也可以去投资买国债去 是吧就存在无分险资产 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假设 就是假设不管你是借入资金 还是贷出资金 那么我们这个利息率呢都是无分险的利率 也就是说我如果需要钱 我可以按照无分险利率借到钱 那如果我手里有多余资金 我能够去找到按照无分险利率去投资的这种机会 是吧 那么如果有满足这个假设 那么大家看一下啊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存在无分险投资机会 那么这个时候的组合收益率和组合分险 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计算公式呢 我们可以先理解一下啊 你看啊我们现在的投资的是这样的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呢去把我的资金 我们可以理解啊 比如说我可以去买国债 是吧 也就是我去买无分险资产 这是一种投资 另外呢 我还可以把我的资金去投资 这个有分险的资产 比如我可以去买股票 是吧 也就是我们不是说只能买有分险 就是我既可以投资无分险 也可以投资有分险的资产 那假如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么来讲啊 就是我把资金分成两半 一部分我就去投资国债 另外一部分我去买股票 但买股票我们在前面谈了 因为市面上有很多股票 那我要考虑它的这个有效的组合 对吧 我就要考虑有分险资产的这个组合 我要考虑有效的这个组合 是吧 比如说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 那么 假设我们这个整个的资金啊 我们说投资的比重 我们知道这个 假设我设投资于有分险资产的 这个组合的这个比重为Q 这个Q呢 实际上 我们书上给了一个这个含义啊 就说我们把这个比重Q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有分险资产 占你自有资金的比重 是吧 就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有100万资金 那我准备把这个资金呢 去投资买股票 我准备买多少呢 假设我说我买80万 那因此呢 这个Q就是80除以一个你的100万 是吧 也就是我们这个有分险资产的这个组合 占你自有资金的比重 是吧 比如说我们设一个 这个Q 他指的是投资于是吧 有分险资产的这个投资 这个数额是吧 占呢 我们自有资金的比重 占自有资金的比重 那你看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呢 我说是 哎 我有100万的资金 我准备拿出80万去买股票 20万去买国债 那这样一来的话 那我的无分险资产的投资比重 就应该是1减去这个Q 对吧 因为我们比重之合应该为1 这个我们先应该好理解 这是投资比重的概念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这个无分险资产 他的这个 比如说收益率 我们假设我们用这个RF来表示 是吧 RF就是free Risk free 就没有分险 我们无分险收益率 比如说RF 而有分险的这个 这个收益率 我们说这个 因为我们是把资金去投资股票 比如我做了一个有效的组合 有分险资产的这个组合的这个收益率 是吧 假设 我们用一个就是 等于说股票市场的收益率 比如RM表示吧 就是在市场上 股票市场的组合收益率 我用RM来表示 然后我们再来看 它组合的这个分险 也就是标准差 那这个标准差呢 无分险资产 没有分险 没有偏差 所以它的标准差 这个Sigma 就应该为0 对吧 而有分险资产组合的标准差 我用Sigma 就是股票市场的标准差 比如用Sigma M 我到市场上去找了一些组合 是吧 比如这样来看 那如果是这样 大家看 按照我们前面讲的公式 其实公式不变 组合的收益 是加权平均的收益 所以如果我把资金 一部分投资 无分险资产 一部分投资 有分险资产 所以我的组合的收益率呢 就是应该把 分险资产的投资比重Q 乘上我的这个 分险资产的收益率 RM 是吧 比如说你看 也就是说 像又把Q 乘上分险组合的期望不好率 我们刚才 我用了一个代码 RM表示的 这无所谓的代码 然后再加上一个1-Q 乘上无分险的收益率 这样我可以把 组合的收益率得到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啊 组合收益率没问题 就是把我的比重 和收益率 相乘相加就可以了 但现在我们关键看的 组合分险 那么组合的表准差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讲的公式 组合表准差是根号下 A方加B方 加2AB 乘相关系数 我们的A是什么呢 是比重乘标准差 那你看 我们这个假设啊 我这个有关 有分险资产 我设为A A资产 把作为我的所谓A 无分险 我设为所谓的B资产 那你可以想 A方 那就是Q乘sigmaM的平方 对吧 A方嘛 我的比重乘标准差 它的平方 A方 然后你看B方是什么 断差为0 所以凡是带B的地方 全是0 所以A方加B方加 2AB乘相关系数 全都是0 而且我这块 我们也可以 这个顺便来强调一下 如果我想问你 这个相关系数 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 无分险资产和有分险资产 相关系数 R一定是为0的 R也是0 所以你看 A方加B方加2AB乘相关系数 凡人带B的地方 凡人带R的地方 全是0 所以我只有A方 而这个A方不就是 比重乘标准差吗 那对于我知道 就是Q乘上 这个市场组合的标准差 SigmaM 对吧 所以呢 你可以看我们书上 给的这个公式 它的总的标准差 就等于这个Q乘上 分险组合标准差 比如说我用的这个代码 我用的这个 用一个股票市场Market 我表示这个市场组合的标准差 对吧 那现在大家可以想 这个公式 其实不用专门背 对吧 你就理解了以后 组合收益 还是加全平均收益 组合的分险 A方加B方加2AB乘相关系数 但是因为 无分险资产的标准差为0 所以我就只是A方 A就是比重乘标准差 对吧 这样我们就把公式可以掌握了 但是关键在于啊 大家看这个Q 我刚才给大家强调了 Q啊 它指的是什么呢 投资者投资于分险组合M的资金 占自有资金总额的比例 那1-Q就是投资于无分险的比例 然后我们说上有一句话 如果带出资金 Q小于1 如果介入资金 Q都会大于1 比重为什么会大于1呢 那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啊 你看我说Q指的是投资于有分险资产的数额 占自有资金的比重 假设我们的自有资金是100万 是吧 我自有资金 100万 你看我刚才谈的第一种情况 我这100万啊 我准备拿出所好呢 80万 我拿80万 我去买股票 对吧 然后呢 拿20万 我去买国债 就是一种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这个Q 投资于分险资产的数额只有80 所以我们这个Q 是0.8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1-Q就是0.2了 但是大家看我第二种情况 假设啊 我说我这个 准备借钱买股票 因为我们在在这个 资本市场现有一个假设 别管是借入 就是你借钱 或者贷出 贷出相同就是 你就是把资金是 去贷给别人 或者是我们买国债吧 对吧 因为我可以找到 无分险投的机会嘛 那就像我们这个 买国债 相当于是所谓 贷出资金的感觉 就我把我的钱多嘛 只有资金比较多 所以我不仅是买了股票 我还要把多余的钱 我就去 按照无分险利率去 贷出资金了 那大家看 第二种是什么 我借钱买股票 我按照无分险利率 借入20万 然后这样我就有120万了 对不对 所以我借钱买股票 是吧 那我们把借来的钱 和我的自有资金 总共120万 我去买这个股票 是吧 那我借钱 我借入20万 然后将120万都买股票了 那大家可以想 我这个时候的Q 分子 投资于分险数 我而是120 分母自有资金100 是1.2 但这个 1-Q呢 就是负数了 是不是 大家看这1-Q为负数 是负的0.2 这个怎么理解呢 其实你不用管他Q是正和负 那实际上就是说 因为你是借钱 那你想你在算组合收益率的时候 就好比我刚才这个例题 那么我们如果要是拿一部分钱 我们是借来的钱去买股票 那你这个时候的组合收益率 加全平均的收益率 假设我告诉你 我无分险收益率是3% 是吧 那我们借钱买股票 那我的组合收益率是多少呢 那我就应该是拿 这个我们的这个股票市场的 那个收益率 这个RM对吧 RM乘以一个1.2 但是呢再加上一个呢 1-Q1-1.2 然后乘上一个 我的无分险收益率3% 就是减去0.2乘3% 意味着就是我 因为我是借钱买股票 所以我的组合收益率 要把那个借的利息要支付了 所以公式不变 对吧 还是Q乘上一个 分险组合的收益率 再加上1-Q乘上 无分险的收益率 还是加权平均收益率 只不过你要注意这个Q 由于这个Q啊 我的分子是 投资于分险资产的数额 分母是自有资金 所以当我们借钱 投资于分险资产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Q 就会大于1 对吧 那现在我们可以先看一道立体啊 他告诉我呢 某分险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 分别是15%和20% 也就是我组合的收益率 就是分险组合的 比如说我在股票市场上去投资 我买了多种股票 我的这个组合的市场的这个收益率 是15% 而这个分险组合的 这个标准差是20% 然后又告我 无分险利率是8% 无分险利率 比如说我们用R 先用F这个代码 free 就是risk free 就是无分险收益率 我们用RF表示8% 然后呢 假设投资人 可以按照无分险的报告率 取得资金 然后呢 我们把自有资金200万 和介入资金250万 都投资于分险组合 所以首先我想问你 这个Q等于什么 因为Q啊 它是分子是投资于 分险资产数额 那是250万 对吧 分母呢 是除以自有资金 自有资金是200 所以我的Q 就应该等于1.25 那因此我们现在想 你求组合的期望收益率 因为我既买国债 也买股票 实际上就是我们 就是存在无分险投的机会 那么现在的话 等于说是什么呢 我是借钱买股票 那么存在无分险投资的时候 我这时候的组合的收益率 就应该拿这个Q 投资于分险资产的比重 乘上一个组合的 这个市场收益率 再加上一个 就是股票的这个 分险收益率 是吧 然后再加上一个呢 1减去Q 乘上一个我的无分险的收益率 那要是这样 我们看我们这个 Q是1.25 对不对 你的这个分险组合的 收益率呢 它告诉我是15% 然后再加上1减Q 就1减去1.25 乘上一个无分险收益率8% 所以成为是要减去0.25 乘8% 为什么 因为你是借钱 所以你得付利息 所以组合的收益率 其实公式不变 还是加全平均收益率 对吧 用它的比重和收益率 相乘相加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来看组合标准差 组合标准差呢 我们的公式还是 A方加B方加2AB乘相关系数 但因为我讲了无分险资产 它的标准差为0 等于B为0 对吧 凡带B的地方全都是0 所以它这样的话 就是根号下A方了 而这个所谓的A呢 就是比重乘上 它的这个标准差 那像我们知道了一提 我的比重是1.25 我的标准差呢 它已经告我了 我的组合标准差了20% 这样我就可以把组合的收益率 和组合的分险 就能够计算出来 是不是 这是存在 无分险投资机会的时候 它的组合收益率和组合分险 你像我们14年也曾经考过这样的题 它就说 证券市场组合的 期望不好的率是16% 大家知道股票市场有分险 是吧 那这个实际上是 等于说分险的这个收益率 是吧 市场组合的收益率 是16% 然后投资人以自有资金100万 和按6%的无分险利率 介入资金140万 进行证券投资 让你求他的期望收益率 那我们这个实际上 还是加权平均收益率吗 因为我的投资比重 是投资于 这个分险资产的数额 因为你把100万的 这个自有资金 和借的140万 全都买股票去了 是吧 所以投资分险数额是140 而自有资金呢 我们只有100 因为比重是1.4 那我们这时候的组合的 那我们的组合的收益率 就应该是比重 这个1.4 乘上一个股票的收益率多少呢 16% 然后再加上一个呢 1减Q 1减1.4 乘上一个无分险的收益率 是6% 对吧 因为你的支付利息啊 所以其实公式还是那个公式 就是比重和收益率 相乘相加 对吧 比重和收益率相乘相加 就是我的组合的收益率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 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存在无分险投资机会的时候 我们的组合收益率 和组合的分险 怎么来确定了 那么现在我们也是 投资的比重 也就是这个Q 你是可以改变的 像我这个题 我是拿自有资金 和介入资金都去买股票 那我也可以100万里面 拿80万买股票 20万买国债 或者是我更保守 100万全都买国债 对吧 所以这个投资比重 我们上次可以调整 那什么叫机会级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所谓机会级 就是不同投资比例情况下的 风险收益的那个权衡关系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画一个图来描绘一下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他们的这个组合的分险 和组合收益率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级 而且呢 我们要找这个有效级 是吧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的公式 如果存在无分险的投资机会级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 就是组合的收益率 我们就利用这个公式 Q 乘上一个我们的 整个分险资产的这个组合收益率 我们就用股票市场的这个 我们就以股票 买股票 买国债为例 对不对 我要去买股票 那么股票市场的收益率 比如说 RM 加上一个呢 1-Q 乘上一个我们的无分险收益率 是吧 比如说我用RF来表示无分险收益率 这是组合收益率的公式 那么这个组合标准差呢 我们也给大家讲了 因为B为0 所以它就是Q 比重Q 乘上一个股票的这个市场 这个标准差 就是这个分险组合标准差 这是我们的组合收益率和组合分险 那现在我们就想描绘一下这个图 是吧 那么他俩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的横轴是组合收益率 重轴呢 是组合的标准差 其实我们把这个 这个Q 其实你看这个Q 我可以等于什么呢 Q可以等于组合标准差 除上SigmaM 那因此我们这两个公式 我可以推出来什么呢 就是我可以推出来 我这个组合的收益率 它应该等于 因为第一个是Q 而这个Q啊 是等于Sigma组除以Sigma SigmaM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等于什么呢 就是用 当于这个Sigma组 比上SigmaM 这是我的Q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乘上一个呢 RM 然后我们再看 再加上一个呢 1减去Q 这个Q呢 我们刚才谈了 就是用你的组合的标准差 比上一个整个股票 就是有风险资产的标准差 是吧 这是这个Q 然后我们再乘上一个 比如说RF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就是想看 这个组合的收益率 和组合标准差之间的关系 如果这个呢 你进一步推一下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 RF可以沉进去 那就是RF了 然后我们这个 都是SigmaM和Sigma组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推一下 你看我们这个 相当于我们就想看 它组合收益率 和组合标准差的关系 我们这个组合收益率 左边这个还是 我把它写在这里 组合收益率 它应该等于什么呢 因为这个RF 可以它沉进去 就第一项 那就是RF 然后减去一个RF 乘上一个Sigma组 比上SigmaM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是RF 然后再加上 是吧 加上一个呢 我们实际上 都是 他们俩都一样 都是SigmaM 所以我就可以 得到一个用RM 减RF 是吧 然后呢 比上一个 我们这个SigmaM 乘上Sigma组 就是我这样推一下 你看 就是我把底下的一个公式 是不是 给它带进去 带进去以后 就成了这样一个公式了 是吧 就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 实际上是根据这个 给它推出来的 是不是 也就是我把RF 给它沉进去以后 给它变一下 那么 如果是这样一个公式呢 我们首先可以推出来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 如果存在 无分险投入机会的时候 我的组合收益率 和这个横轴的组合的分险啊 它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元一次方程 是一个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斜结式 Y等于A加B乘X 对吧 我们现在纵轴 R组就是我的Y 横轴这个Sigma组就是我的X 所以Y等于A A是什么 就是拮据就是RF 所以我可以肯定 它的这个是一条直线 是一个什么样的直线呢 它的这个应该通过这个 这个RF这个这一点 然后呢 斜率是什么呢 斜率就是RM-RF 除上整个市场的一个分险 Sigma M 对吧 如果按照我们的斜结式的方程 Y等于A加B乘X 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线 它的拮据是RF 斜率就是RM-RF 除上Sigma M 对不对 实际上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啊 这是我们可以推出来 它实际上是一条直线 那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啊 就是说这条线它的特点 呃 因为我们 既然说它是一条直线 我们说两点就可以连成一条直线 那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Q 我是可以自己来变的 对不对 那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 就是我准备啊 把资金 百分之百都买国债 我不投无风险资产 如果我不投无风险资产的话 那么Q是不是为0啊 所以第一点也就是说我Q等于0 大家想如果Q为0的话 我的这个组合的收益率 因为Q等于0嘛 那它就是无风险收益率 所以第一点就是RF这一点 表明的是什么呢 我是百分之百的资金去投资 无风险资产 这是第一种情况 是吧 Q等于0 我早一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就是我把资金 百分之百都去买什么呀 买股票 对吧 我不买国债 我全都买股票 Q为1 那么如果Q等于1 那你可以还是看我们这个公式 组合的收益率是什么 就是你的那个股票市场 那个组合收益率RM 是吧 组合的分险呢 也是那个分险组合 就是市场组合那个SigmaM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想我们在前面谈了 对于这个多种分险资产 是吧 就是分险资产 它的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谓机会集啊 它是一个平面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有第二点 我是要把资金全部都投资于买这个股票 那这样我就会问你 那这个股票 全部买股票 那它那点在哪里呢 我们对于这个多种 因为股票市场资产有好多啊 那么多这个股票 呃 它的组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点 但是我们说有效级 我们也讲了 它应该是从最小分险点 到最高这个收益率 这个边界线 对吧 这是我的这个有效级 但即使是有效级 我们也是好多点 那么关键就在于 就是我当Q等于1的时候 怎么去取那个点 那个点到底是取在 这块还是这块 因为都是有效的嘛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目的是要找到 这个呃 存在无分险投资机会的有效级 如果你随便点一点 假设这块随便点一点 你两点连成一条直线 是吧 比如说我这条连成一条直线 那你看你这条线 是不是有效级呢 我们说不是 有效级一定是同等分险水平 收益一定要高 那你可以看到 你在这条线上 我假设我 我随便画一条竖线 我们这条线上的分险是一样 上面这个 比你这条线 收益还高呢 所以不能随便点一点 那么因此我们在考虑 也就是说我刚才谈的第一点 是Q为0的时候 这个好说 但第二点我想 那你Q等于1 怎么去找 Q等于1的话 组合的分险就是 你的这个整个股票市场 那个你要做的那个股票的 那个组合的分险 它的组合收益是股票的组合收益 对不对 但这个组合太多有效级了 那怎么办呢 我一定要找到一点能够让我有效 所以那就是你得做一个切线 对不对 我得做这个切线 这个点是切点 这一点就是Q等于1的时候 那么在这一点上 大家看我们通过无分险的收益率 然后和这个 分险资产组合这个有效级啊 我们有效编辑就做一个切线 那这个切点 那这个切点就是我们说Q为1的那点 对吧 这是Q等于1那一点 那么只有这点是跟它相切 那么其他的点 那大家可以看 它就能够满足什么呢 就是两点连成一条直线啊 那这条线啊 大家可以看 就是我们刚才所谈的 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线 怎么来去找呢 应该是从这个无分险收益率出发 然后去做你这个分险资产 组合的这个机会级的切线 只有这样的话 你这个这条线才是有效级 为什么呢 因为你随便画一条线啊 比如我画一条竖线 那我们同等分险水平 一定是我这条线的收益最高的 或者你随便画一条横线 那么同样的收益水平 我这条线上的点一定是分险最小点 所以这个这条线 也就是资本市场线 是存在无分险投资机会时的有效级 它能够满足什么呢 同等分险水平收益最高 同等收益水平分险最小 对不对 那么这条线大家看 我们怎么来理解它的相关的结论呢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这个切线 这个切点 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组合分险 和我们这条线相切的一点啊 这一点可以说是 唯一最有效的分险资产组合点 对吧 因为我们的有效级 我们原来讲了 如果我们全是分险资产 本来我的有效级 是从这个最小分险点 到最高收益率 这个边界线的 对不对 有好多这个有效的 这条线 但是我们在存在 无分险投资机会的时候 那么这个 所谓的有效级里面 唯一最有效的分险组合 应该是这点 就是跟我们这个资本上线相切这一点 那么这一点呢 就指的是我们刚才谈了 就是当Q等于1的时候 是吧 就是Q为1的时候 我们要把资金100% 就投资在这一点上 我们把这一点成为M点 是吧 就最有效的分险组合点 我们把成为M点 那么在这一点的 这个左边是 就是Q小1嘛 是吧 就当Q小1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把资金 有一部分投资买国债 一部分买股票 所以我的组合收益分险 是在这个 这个我们M点的左侧 那如果我把资金呢 我是借钱买股票 我借钱买股票的话 那就当然是在M点的右侧 那就是Q大1 是吧 这个M点呢 就是说把资金 全部投资于分险子产 那么在这资本市场线上 这个M点是 可以说是我们的 整个这个分险组合里面的 唯一最有效的那个投资 啊 那么这个如果能够理解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相应的结论 首先第一个啊 就是资本市场线 它呢 实际上是揭示出 持有不同比率的 无分险资产 和市场组合情况下 我们这个分险和收益率的 一个权衡关系 对不对 因为你看 我们这条线 我们的组合的收益率 这个纵轴 我们实际上的 刚才谈了公式嘛 我的组合收益率是什么呢 是Q乘以RM 加上1-Q乘RF 就是你改变一个比重Q 我就会有一个不同的组合 我这组合的标准差 也是Q乘上Sigma M 所以这个资本市场线 也就是这条线 它的这个 纵轴R 横轴Sigma 那它实际上就是反映了 不同比重下的Q 我们的收益和分险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它是反映了一个 就是 持有不同比率的 无分险资产 和市场组合下的 分险和期望收益率全关系 然后在M点的左侧 因为我们说这个M点 是Q等于E的那点 是不是 那M点的左侧呢 就说明什么呀 Q小E吗 Q小E什么意思 就像我讲了 因为Q是 投资于分险数额 除以自有资金 如果Q小E 就说明你投资分险数额 比自有资金是不是小啊 对吧 那就这样的话 就说明你 既买 无分险资产 也买分险资产 但是在M点的右侧呢 那右侧不就Q大于E吗 Q大于E就表明什么呀 你分子的投资 分险数额比自有资金大 既然比自有资金大 就说明你是 借钱去投资于这个股票 对吧 就借钱去投资 那个分险组合 这首先第一点啊 我们要注意 它这个资本市场现在的含义 就是存在 无分险投资的时候 它的不同比率下的 这个组合收益 和分险的一种关系 那第二个呢 就是资本市场线和机会级 相切的这个点M 我们称为是市场均衡点 给它起个名字 叫市场均衡点 它是指的是最有效的 它是最有效的分险组合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 假设我的资金 我们都是投资于 分险资产的时候 它的有效级啊 是从最小分险点 到最高收益的这个边界线 这是有效级 但是现在我们告诉你 我们存在无分险资产不是说光是分险资产 我们也还有国债呢 那这时候如果你既买国债 也买股票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那个切点M是唯一最有效的啊 这个组合啊 最有效的分险组合 那么这个组合呢 是所有证券以各自的总市场价值为权重的一个加权平均组合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 就为什么这个切点M是 就是我们是以各自的市场价值权重的一个加权平均组合呢 这个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因为我们认为就是组合的分险啊 可以分散分险 指的是分散的是我们的这个就是 就是有关的这个所谓我们后面会讲的一个非系统分险 对吧 那么我们对于充分的组合 它能够把所有的非系统分险给它分散掉 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最佳的组合应该是 把这个等于说我们这些股票 按照它的各自的这种权重 是吧 按照它市场价值权重去做一个加权平均啊 这样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可分散的分险给它分散掉 所以这个组合是最有效的 是吧 就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结论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这切点M是最有效的组合 它应该是以它各自的市场价值为权重的加权组合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把所有的可分散分险分散掉嘛 是不是 我们可以先放下这一块啊 我们再接着看第三 说个人的效用偏好与最佳分险资产组合相独立 或者说相分离 这个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切点M啊 是唯一最有效的分险组合 那么投资人对待分险的态度 你像我们在前面啊 主要是它就对比什么意思 就是假设我们这个企业啊 我们没有无分险投资机会 我只能投分险资产 如果我只能投分险资产 我们的这个分险资产的机会级呢 它是一个平面 然后它的有效级呢 就是指的是从这个最小分险点到最高收益率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说到底哪个是有效呢 那你说取决于你对待分险的态度 因为收益分险均衡的 我害怕分险那就是有效级在这 我冒险有效级在这 那就好多有效点 对不对 很多有效点 但是现在我们告诉你啊 我们不是说只有分险资产 我还有无分险资产 因为存在无分险资产了 那这个时候的有效级不再是这个曲线了 而是一个通过无分险资产和这个 就是它和一个单 就是和那个分险资产这个切的那个直线 那么在这条线上 那么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这个切点M就是唯一最有效的了 那这个切点M呢 它就不再受你这个投资人对待分险太多影响了 我们刚才讲的是 如果全都是分险资产 我害怕分险就往底下投 冒险往上投 但是如果存在无分险资产 那我们这个最有效的分险组合点 这个切点是唯一的 它不会受你投资人对待分险太多的影响 如果我要是害怕分险 我们刚才讲了 切点M的左侧是Q小1吧 如果我害怕分险 它只是影响在这条线的位移 我害怕分险就向M点的左侧去位移 我就多买点国债 少买点股票 是不是 那如果我冒险呢 我就多买点股票 甚至我借钱买股票 但这个M是唯一的一个最有效的组合点 对吧 也就是哪怕你借钱买股票 也是按照那个特定的那个 就是市场价值为权重那个比重去配 配置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借了20万 一共120万去买股票 我还是按照市场价值 那个权重去投资各个股票 所以投资人对待分险的态度 它不会影响那切点M 它和那最佳那个分险组合点 是相独立的 它只是影响在这条线的位移 那么下面我们和结合例题啊 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对于客观题的考核 他比较喜欢考这个资本市场线啊 或者我们后面的什么证券市场线 所以我们就现在来看一下 以往的考题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多选题啊 下列因素中影响资本市场线中市场均衡点的位置的有 首先大家要注意 投资人对待分险的态度不会影响 但是我们看影响均衡点的位置 因为首先大家知道我们这个 你就想那个图 横轴组合变差 重轴呢是我的组合的这个收益率 然后呢我们 实际上是从无风险的这个出发 然后去做这个 就是这个 风险资产的这个切线嘛 所以无风险收益率如果变了 你想这RF变了 它影不影响切点啊 那RF如果这块 那如果现在变成RF变成低了 变成这块了 那你看 那切点是不是就会变啊 所以这个当然会影响了 就你就理解图嘛 然后第二个 分险组合的期望收益率 那么这个 分险组合的期望收益率 它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特定的哈 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那个点啊 就假设那个 唯一最有效的 那个分险组合点 就是那个切点的位置 如果有变化 是吧 那你想一下 我们这个 相应的这个M点 当然也就会变啊 其实我们在 刚才给大家举了一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推档啊 但是我们说上没有 就是我们它实际上 这个这条线 拮据是RF 然后加上一个 它的斜率呢 是 RM-RF 然后除上一个 我们的这个 Sigma M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谈这条线 这是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线 其实你从这个公式里面 可以看到 影响我们这个 呃 就是切点M的 或者说影响 你看斜率变了 什么会影响啊 Sigma M会影响 RM会影响 RF也会影响 所以组合的 期望收益率 啊 我们RM会影响 组合变差 也会影响 但是投资人对待 风险态度 不会有影响 是不是 啊 这是我们谈了有关 资本市场线 这个均衡点的 这个位置啊 也就是斜率如果变 那M就会变 而这个斜率 它是受什么影响 它是受到这个 因为我们的公式 RM-RF 出Sigma M 所以受到这三个影响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去年这个考题 它问你下列 关于投资者 对风险态度 出法中 符合投资组合理论的 有 A呢 说不同 风险偏好 投资者的投资 都是无风险资产 和最佳风险资产 组合的组合 这当然是对了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 那个最佳组合 是唯一的一点 那么你 你顶多是变化 你的比重 对吧 你是0.2去投 无风险资产 0.8投 那个最佳组合 还是说是0.300 国债0.7 去投这个 我们那个 唯一最有效组合点 那个点是唯一最有效的 那我们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 它实际上就是改变比重 是吧 所以这个应该是对的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B 说投资者在决策时 不必考虑 其他投资者 对待风险的态度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 就是 实际上还是指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 这个 最佳的组合 风险组合 那M点是唯一的 对吧 然后我们在考虑 我的组合 风险组合收益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改变投资比重 是我们自己来改变 那这个改变 它只是影响你自己 在这条线的位移 这个最 唯一最有效的 是这样一条线 这一点不是切点M 我们投资者可以根据 自己对待风险的态度 是吧 我是在M点的左侧头 还是右侧头 这个是可以自己来决定 你不用考虑别人怎么样 因为它 这个切点M是 最有效的组合 它是独立存在的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C 它说当存在无风险资产 并且可以按照 无风险利率 自由自在时 市场组合 优于其他 风险资产组合 这个事实上 还是我们谈那点 那个市场组合 它是唯一最有效的 风险组合点 对 这个也是对的 然后我们再看D 说投资者 对待风险态度 不仅影响其介入 或带货资金量 而且影响最佳分险 那这个不对了 这个最佳组合 不受投资者 对待风险态度的影响 对吧 它那个M点 它是让我们 刚才给大家谈 你知道你要是 从那个斜率看 它是受到市场组合 这个RM 无风险的利率 RF以及SigmaM的影响 但是不受投资者 对待风险态度的影响 所以ABC是正确 D是错误的 是吧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第五个 有关的这个结论 就是组合风险的分类 实际上也就是想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认为 唯一最有效的 风险组合呢 是市场组合 是吧 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市场组合 它是最充分的 分散了 这个 就是可分散的 非系统分险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对于组合的 分险的分类呢 我们实际上 给它分为两类 一类叫做 非系统分险 也称为是 企业特有分险 或者可分散分险 那么这种分险 它只是由于 某一个 特定原因 对某个个别资产 收益率 造成影响的可能性 或者说呢 它只是由于 个别事件 引起的分险 它只对个别资产 有影响 对其他资产 没有影响 那这种分险呢 我就可以通过 这个多样化的组合 来给它分散掉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说 有一家公司的工人罢工了 那如果我买的股票 我只买的一家公司的股票 那就麻烦了 对吧 工人罢工 导致它的这个股票下跌 但是我买了多家股票 你这家工人罢工了 另外一家企业高兴了 是吧 你罢工了 我赶紧生产 我可以多卖 是不是 所以呢 也就说什么呢 对于这种个别因素 引起的风险 我只要通过多样化投资 就可以有效的分散掉 像这种 是吧 只是对个别资产有影响 对其他的资产没有影响 那么这种风险就是非系统 它不是说整个系统都是非系统 或者说是企业特有风险 那么这个特有风险 是可以通过多样化投资分散掉 所以把它经常称为是可分散的风险 是吧 那么我们组合的数目越多 那么它风险就能够分散的就越多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 就是系统风险 那么系统风险呢 是影响所有资产的风险 比如说国家调整的有关 这个就比如说这个 一些这个税率呀或者什么的 那这个对所有的公司都有影响 它不是说光对一家公司 对吧 影响所有的公司的因素引起的风险 那就是系统风险 不可分散风险 对吧 因为你别管买哪一只股票 都要受这个因素的影响 那么对于市场风险 或者说整个系统都是系统风险 由于它是不可分散的 所以你别管你持有的资产数目 多么充分 它也无法分散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啊 我们用横轴表示 资产组合的这个数量 纵轴表示组合的风险 那我们证券组合的风险呢 我们可以分为两块 一块呢就是不可分散的 也就是我们谈的系统风险 这个系统风险呢 你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你别管组合的数目多么充分 它不会分散掉 这个时候人们曾经做过实证分析 就发现比如我刚开始 我买一只股票 我的标准差有多少 我买两只标准差多少 三只等等 那他就发现 当我们把资产的 就是组合的股票数量增大 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啊 我怎么增加 它也不降低了 这个风险不会降到零 对吧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存在一种风险 它是无法分散掉的 我们把这个风险 称为系统风险 或者说是市场风险 对吧 那么我们可分散的 就是由于个别因素 引起的这个可分散风险 我们也成为非系统风险 那这个非系统风险 通过多样化组合 会逐渐分散掉 但是呢 大家从这个图上 你也能看到一个结论 我们对于非系统风险 能够通过多样化投资来分散 但是并不表明 你就要一定要持有全部的股票 因为实际上从这个图上 你可以看到 当我持有的数量足够多 比如说我们这个图 持有三十只股票 它基本上可分散 分散就分散完了 所以它随着组合数目的增加 分散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到最后你整个增加 它也不会分散掉 是吧 所以我们通过这图呢 希望大家掌握这个结论 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整个的这个组合的风险 是分为两大块 一块呢是非系统风险 非系统风险能够通过 多样化投资来分散掉的 那么还有一块呢 是属于系统风险 那么系统风险 是没有办法通过多样化投资来分散的 另外呢 我们对于非系统风险 可以通过多样化投资来分散 但是呢 注意不要过分夸大资产 多样性的这个作用 因为当你的资产 增加到一定速度的时候 它的降低分险数就很低了 它就一直到 怎么增加都不会这个分散 是吧 就是说它的分散速度 是逐渐在降低的 这是我们谈论证券组合的 这个分险 是吧 我们是分为这么两类 那么现在我们来 结合以往的考题 来看一下哈 我们先看一道单选题 说当存在无分险资产 并且可以按照 无分险报告率自由借贷时 下列关于最有效 分险资产组合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A呢说最有效的 分险资产组合是 投资者根据自己的 分险偏好讯定组合 其实还是我们刚才 给大家强调了 我们谈的最有效的 这个分险组合啊 它应该是 唯一最有效的市场组合 因为市场组合 可以把所有的 这个可分散分险都分散掉 对吧 所以实际上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它这个还是考你资本市场线 是吧 所以 投资人的偏好 是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这个不对 并且说最有效分险组合 是分险资产机会级上 最高报告率点 对你组合 这也不对的 是不是 我们说最有效组合 它应该是通过 然后做这个分险资产的 那个机会级那个切线 那个切点是 唯一最有效组合 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 然后我们再看C 说最有效的分险组合 是分险资产机会级上 最小方差点对应的 我们说是不是也不是啊 对吧 我们应该是切点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D 最有效的分险组合 是所有资产 以各自的总市场价值 为全数的组合 对吧 实际上就是 我们配合前面资本市场线 那个结论 加上我们刚才谈的这个 组合分险的分类这块 就是我们认为 最有效的组合 它是能够 把所有的 可以分散的分险 全部分散掉的 所以它最有效的组合 是以各自的市场价值 为全数进行组合 就说明你的资金是 充分的这个 分散到所有的 这个资本上 为什么要谈谈 它各自的市场价值 这个 就是以它的 各自的市场价值 为全数呢 我比如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目前股票 实际上只有 比如说五只股票 每只股票 它的这个市场价值 比如第一种是 比如说 一的规模 第二个是二的规模 这是三的规模 比如说四和五 它的股票价值 各不相同 那么你这个投资的时候 怎么去投呢 就是我指的 比如说美股的市价 它各不相同 那么现在假如说 你手里面 有一笔资金 那你怎么投呢 我们所谓分散投资 那就说对每一个 有关的这个 证券 我都要去做投 是不是 但由于它价值不同 用它的价值 作为权重 我们投的数目 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第一只股票 的市值是一块钱 第二个是两块钱 第三个是三块钱 这样的 那么你就是 将于我手里这个钱 按它的市值比重 每一个股票 我都均匀的去投了 这样就可以把我的 所有的可分散的系统 我就非系统分散 分散掉了 所以我们那个 七点M 就理论上讲 它就指的是 以各自的市场价值 为权重 那个市场组合 是唯一最有效的 这个组合点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04年这个考题 它也是问你 按照证券组合理论的 这个有关表述 哪个是正确的 就是证券投资组合 能够消除大部分系统 系统分险是不可分散的 所以这个不对 比证券组合的规模越大 承担的分险 应该是越小 最起码你的 可分散分险要降低的 所以最小方差组合 是所有组合中 分险最小的组合 所以报告最大 这一看 分险小还想收益大 不可能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只有D是对的 一般情况下 随着更多的证券 加入到组合中 整体分险降低的速度 是越来越慢的 也就是我们那图 是不是 它是逐渐在 这个鞋 就相当于那个 你要是做它的 相当于它做它 每一个切线的鞋率 是吧 曲线鞋率 它是一直在 往下降的 所以只有D是对的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 总结一下 我们在前面所谈的 这个投资组合理论的 一些关键的一些结论 证券组合理论 它的观点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组合的风险 它不仅是和每个 证券暴力的标准差有关 而且和各个证券暴力 之间的协方差有关 我们还给大家讲了 如果是充分的组合 组合的风险 它就不受 它和方差无关 只是受斜方差的关系 斜方差的影响 对不对 其实换句话来说 它重点是受什么 因为斜方差是什么 是相关系数R 和我们的标准差的成绩 那就是说 其实这个结论 就是说它不仅是受 标准差的影响 还要受相关系数影响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结论 我们说应该 通过我们的公式 就可以理解它 我们再看第二个 说对一个含有两种证券组合 投资机会级曲线 描述的是 不同投资比率组合的 风险报酬之间的机会 就是这个权衡关系 是吧 什么叫机会级 就是我们改变一个比重 它会有一个收益率 有一个这个风险 所以我们就 画一下不同比率下的 不同比率下的 收益率和风险 那么这个机会级 就是描述的 我们是不同的投资比率 情况下的风险 收益它的权衡关系 然后再看第三个结论 通过风险的分散化效应 有时会使得机会级曲线 向左突出 什么叫向左呢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 单一投资 风险最小那个资产 比如我们就以A资产为例 这个是比如说B资产 因为我们跟大家讲 如果机会级曲线 如果R等1 这个机会级是一条直线 只要是R小1 它就会弯曲 但是只有R是什么呀 足够小 对吧 比如你看这个R 也是小1 但它机会级和有效期 综合了 只有当R足够小 它才会出现 比单一投资 这个最低风险 证券标准差 还低的最要帮大家组合 是不是 也就是说你这个 换句话来说 它这个所谓有时使得 这个前提就指出了 就是R你要足够小 如果用我们书上 那个图来说 就是R是 比如那个0.2 对不对 才是这样的 我们再接着看 第四个结论 有效边界 是机会级曲线上 从最小方差组合点 到最高 期望不好的一段曲线 是不是 我们的有效级 是最小方差组合点 最小方差组合点 到最高收益的曲线 这个话是无效级 底下那话是无效级 一定要满足同等分险 水平收益要高 或者同等收益分险要小 才行 那我们接着看第五个 持有多种彼此不完全正相关 也就是R小于1的组合 是可以降低分险 这个也没有问题 是吧 我们接着看第六个结论 如果存在无分险证券 那我们的新的有效边界 就是从无分险资产 报告率开始 并且和机会级 相切的直线 这个直线 我们把它称为资本市场线 对吧 我们前面谈的有效级 指的是分险组合的有效级 它是从最小方差点 到最高收益的那个曲线 但是如果存在无分险资产了 我们的有效级啊 它应该是从我们这个无分险RF出发 去做那个机会级的切线 这才是有效级 就是资本市场线 那么这个切点呢 我们称为是市场组合 是吧 那么其他的点呢 都是市场组合和无分险投资的有效搭配 那切点M 它实际上是以这个证券市场的这个 就得以证券的市场价值为权重 那个市场组合 然后我们再看第七 资本市场线 它的横坐标是标准差 重坐标是期望收益率 这个直线反映的是两者的关系 就是分险价格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反映的就是说 你的这个分险和收益率 是吧 就是我们组合的分险 组合收益率 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 这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的随着分险增大 我的期望的收益率就要高一点 是不是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结合 以往的考题也是啊 把我们投资组合理论的相关的一些结论 我们再来巩固一下 你看 10年这个考题 他问你下列有关证券组合 投资分险表合中 证券的有 A那说证券组合的分险 不仅和组合中 每个证券报号率 表现差有关 而且和报号率之间的 写方差有关 那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是吧 特别是当充分组合的话 只受写方差影响了 然后B 持有多种彼此不完全 这相关的证券 可以降低分险 也就是R小1 就可以降低分险 C是资本上限反映了 持有不同比率 无分险资产和市场组合情况的 分险包括的权衡 这也是正确的 D呢 说投资机会及曲线 描述了不同投资比率组合的 分险包括之间的权衡关系 这都是属于正确的一些表述 好 那么有关投资组合理论的 一些相关的结论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